茶花的叶子一碰就掉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 也就无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烂根 烂根的原因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只要我们把配土 把酸碱度 还有这个通风水肥管理 这些全部做到位了 你的茶花才不容易烂根 一旦烂根 叶片呢 就会一碰就掉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茶花感染了碳区病 特别是一些刚买回来的茶花 买回来没多久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感染碳区病 因为呢环境改变太大 茶花本身的适应能力又比较差 环境改变太大了 就会导致猪抵抗力降低 病菌大量入侵 也会容易感染碳区病 这个时候买回来 先不要接着换盆 先给它喷点杀菌剂 用一些普通杀菌剂的效果不太明显 最好就是用这个本甲壁做纸 这种高效广泊杀菌剂 内吸性渗透力比较强 直接以你兑500毫升清水 给它进行叶面喷湿 整株喷湿 然后给它缓苗 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 然后再来换盆 这样你的茶花呢 叶片才不会一碰就掉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